《逃犯的途》 和大家讲一下逃犯的途字 这个途字呢 这个叫做卓步 即是这个表示行走的意思 加一个笑字 一般的说法呢 这个笑字呢 就是一个声步 即是说从卓 就是笑声 譬如如桃花的途字 又譬如跳跃的跳 挑拨的跳 都是用这个笑字 来作为声步 但是呢 有另一个说法 这个笑字呢 不只是用它的读音 亦用它的意思 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会议的 这个笑字呢 是笑头 精笑 空笑 吉笑 那个笑 那笑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呢 是一个象形字来的 是以前古时的人 做占卜的时候呢 就拿个龟壳 烧一下它 等它寓意就裂了 按照龟壳上面的裂纹呢 就可以 预测到吉空的 这个笑字呢 就是龟壳上面的裂纹 是这样代表的 所以呢 这个图字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你知道了一些先兆 然后呢 就走 喂 所以政府说 你说 移交逃犯 那就拿出来 就给立法会辩论一番 立法会辩论 我就知道了 你都在谈谈 要不要把我送到哪里 我还不走吗 那就逃了 所以 知道了先兆 当然 不一定是逃犯的 譬如你 见到 哇 这个危楼 随时会坏的 米祭了 见到 它有些 形势不妙 你就走 那就为之逃 所以 见到那些兆头 你就走 就叫做 逃了 那你还不逃之妖妖吗 所以这个诚语逃之妖妖 就通常是用来表示 一个人 走了去你追不回 即是走到无影无踪了 这个诚语 本来 是不是这样解的 逃之妖妖 本来用这个逃的 是出自 诗经 它整首诗的说法呢 就是说 逃之妖妖 就是灼灼其华 知子于归 而其失家 那么 知子于归 这句 这句 诚语大家都知道 几时用的了 那些人 就是 有女儿出嫁 就叫知子于归 那整句 为什么呢 其实是用来 赞美一个新娘 这个妖妖呢 是草木 茂盛茂 即是说 花草树木 如果长得很漂亮 很茂盛呢 就为之妖妖 那 即是说这个新娘呢 涂之妖妖 哇 好像那些桃花 开得这么漂亮 那样 灼灼其华 就是好像 那些花开得很灿烂 去到这个新的家 它带来很多好东西 就是这样 那样 是这样说法的 所以呢 涂之妖妖本来的解法 就是指 茂盛 漂亮的意思 但是呢 很少这样用了 现在呢 就改了用了 这个图字 那么妖妖听起来 都好像被他走了 即是捉不回 那意思了 所以 如果 我们 不堵塞漏洞呢 就会被那些犯人 涂之妖妖了